县政府指出经过盘整资源之后 县长林志妙今天宣布 自111学年度第二学期开始实施 代理教师完整聘期政策 避免同工不同酬的疑虑 并希望藉由完整聘期制度来稳定师资 让教师能专注在教学工作 学生受教权益更有保障 教育的工作最神圣也最辛苦 拿捏得刚刚好 太重不行 太轻不行 我们对教育的重视 不管是正职老师或者是代科老师 我们都希望能够同工同酬 然后他们真的很辛苦 所以在这一次宜然县总共有486位的代科老师 然后薪师总共要5064万 那中央出2532万 那宜然县政府也出2532万 然后我们会编列预算 能够希望辛苦的老师 我们都尊敬感谢他们这么的辛苦 我们希望代科老师 还有我们的正职老师 我们都尊敬非常非常的感谢 县长林志妙出了感谢县内教师团体的建言 同时也期盼中央能提高地方政府经费补助设算基准 共同为教育一起来努力 宜然新闻记者 赖福新采访报导 拜拜 我们就好 拜拜 请不吝点赞 我们就好 我心没了